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墨西哥獨立戰爭後白費待興 因此大力支持引入移民托方者 並容許其武裝 1820年代開始 大量美國移民湧入墨屬德克薩斯 至1834年 德克薩斯估計約有3萬多港英語的美裔托方者 而墨裔托方者只有7800人 新移民和墨西哥政府之間的矛盾日益增加 1836年2月23日 墨西哥當時的獨裁者 桑塔·安納將軍率領1,500名墨西哥士兵 抵達德克薩斯內的阿拉莫城 2月24日 德克薩斯軍隊的長官威廉·巴雷特·特拉維斯 發出一封公開信 致德克薩斯州人民和全世界美國人請求增援 儘管經過13天的圍困襲擊 駐守的約200多名德克薩斯抵禦者幾乎全部死亡 無望阿拉莫卻成為德克薩斯獨立的口號 阿拉莫之戰也成為德克薩斯最終脫離 墨西哥獨立的一個關鍵事件 德克薩斯發出的公開信 至今仍然是德克薩斯州學和歷史教育的一部分 額서�ienia 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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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